日本第六公墓是卡迪布部落边南族人 埋葬祖先的地方 也是他们的传统领域 尽管台东施工所承诺 新建先祖追思文化公园 停车场 鸟瞻区 厨商区等四大部分 但在没有明确白底黑字的证明下 族人仍无法相信施工所的说法 在17号动工前 每天到公墓共同捍卫祖林 大部分就是在这里看 然后看有没有什么 所谓就是厂商来这边 有没有任何的动静这样子 对 然后就 晚上的话大家还是留守 对 留守在这个地方 因为部落来讲的话 就是狮子抗战 对 就绝对换卫主 第二公墓将在17号动工 卡迪布部落的族人始终认为 台东施工所的公墓公园规划 是没有获得族人的完全同意 族人不结 工所为何不先了解 边南族的文化 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也是要把他们的祖林迁走 卡迪布抗疫迁占案延烧资金 余波荡漾 引起警方的重视 15号有辖区远景到现场 并查查主人的资料 不料却引起主人的骚动 后来远景向部落领导人 表达是在查查一辆事故摩托车 但不确定车牌号码 尔拉罕当场就回应告知 远景不知道车牌 就不应该查查主人的个人资料 后来警方云诺不在查 不过边南主人质疑 警方是假借某事故车辆 到过目查查个人资料动作 心里愤愤不平 记者卡特夫院台东采访报道